结束的西安跳水世界杯总决赛 女子十米台决赛上 市井赛三冠王陈玉希 以443.20分的高分夺得金牌 而全红禅则以410.70分获得银牌 赛后接受采访时 全红禅也被问到了痛失冠军 今年的跳水世界杯赛事 分为蒙特利尔战 柏林战 以及在西安举行的总决赛 蒙特利尔战比赛中 陈玉希击败全红禅 多得女子单人十米台金牌 柏林战 陈玉希没有参赛 全红禅在该项目夺进 而到了总决赛 也是全红禅和陈玉希的决胜时刻 纵观全红禅的5跳 第一跳的107B拿到85.5分 第二跳407C更是以91.20分的高分 和陈玉希并列第一 第三跳6243D也突破拿到81.60分 第五跳5253B则是取得86.40分的高分 可惜在第四跳207C上出现重大失误 只得到了66分 最终 陈玉希凭借着出色状态 以5跳443.20分的高分夺冠 全红禅则以410.70分获得银牌 第三名是英国选手斯潘多里尼 成绩是344.60分 赛后 全红禅赛后看起来情绪有点低落 在谈到比赛表现时 全红禅表示 今天跳得不是特别好 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水平 207C翻得快了一点 没有控制好 全红禅说 他近期和陈玉希护有胜负 2月多哈世锦赛上战胜了陈玉希 但在三月世界杯盟 克里尔战又输给了对方 有记者采访全红禅 你现在怎么看你和小姐姐之间的良性竞争 比如说 输了还会觉得不服气吗 全红禅表示 输了肯定会有不服气 但只要中国队拿了 我就很开心 巴黎奥运会我有信心 我们俩不管谁站上领奖台 我都会非常开心 会努力为国家去争夺这块金牌 记者问他距离巴黎奥运会不到100天 还会做什么事情 全红禅表示 提高自己的体能和训练吧 对此 王门纷纷表示 十米跳台 只要这三位美女上场 基本没其他选手啥事 全红禅和陈玉希是最好的双子杏 我们有这样两个顶级运动员 何其有幸 希望饭圈远离体育圈 祝愿两位妹妹都在奥运完美发挥 关亚旨在毫里间 加油妹妹长大了 会被模板了 妹妹学会说官话了 输赢其实是常态 可是每次小泉输了 媒体总要访问她 我觉得这样给她太大压力了 希望媒体可以放过她 让她过于平静